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甲开赛了 今天我们终于切入向甲的主话题 向甲目前为止下了六轮 核弹队应该说一军突起 核弹队是去年的升班马 核弹队最早曾经参加过向甲 但是今日的向甲队伍跟昔日大不可比了 对 核弹队今年前六轮发挥非常出色 对 核弹队是战胜了广东队 战胜了内蒙古队 应该说把去年的前两名 跟内蒙 跟上海都打成平局 战胜了广东 战胜了广东 它是有胜局 对 所以说今年的河南队在党匪大师的率领下 在天伦集团的大力协助下 河南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发源地 当地行阳就是楚河汉地的当年楚汉相争的打仗的地方 所以说河南应该是对象棋是非常重视的 他们的对手是广东队 广东队大家都很熟悉了 也是多次向甲的冠军获得者 红方曹元磊采用先直路 对 张飞潮 黑班张飞潮是队兵局 这个队兵也比较常见 红方走足底炮 黑方实战是选择了下三进五 然后红方是 一般的是走马上进一堵 对 因为你看 我平炮我就马上东右边走 但是曹元磊他下棋可能自己的这种感受的比较多 他这开局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就是曹元磊他的棋是不太同于一般的这种专业的课班的选手 因为曹元磊他这个学棋的过程也比较曲折 他最早是在 他是河南人 然后去深圳学棋 然后后来又被澳门队看中 他现在是澳门体育部门下属的在侧的棋手 红方马八进七呢 就是走的 按照新的这个构思走 是 也可以 黑方也马八进七 黑方也直接就马八进七跳 红方拘九级一 他是想 这个就是 一上来双方就离开吉普 对 斗这个散手战 黑方拘九平八 黑方出去后 红方不向 这个地方呢 就是到了一个开局啊 比较这个抉择的关键地方 是 曹元磊呢 由于长期在深圳和澳门那一带呢 广东队呢 对他呢 也表示出兴趣 所以就邀他去广东队呢 参加这个广东队的选拔 对他有一年是想说是代表广东队参加联赛 然后这个曹元磊呢通过选拔呢 还是成为了广东队的正选选手 但是曹元磊呢自己放弃了这个资格 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资格 所以他对张学潮呢 他们之间呢 有多次交锋 是比较了解的 对 所以说呢 所以他开始也是出新了 就走了一个G9型 一项三指 双方呢知己知彼 那么曹元磊呢 就愿意呢 跟对方呢 走这种散手战 看来也是 从这个战略上 布阵上呢 有一定的自己的思路 他打遍常规嘛 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就走了一个马二进一 对 跳了个边嘛 这招的棋呢 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这个棋 张老师 这个走到这儿 其实我已经很迷糊了 因为这个 红方这个一 就是一走上散手战以后 这个黑方的变化太多了呀 我也可以泡巴瓶酒 也可以 哪怕我可以马二进一四 马二进一种选法 走法都可以 变化很多 这个棋呢 马二进一呢 我感觉还是稍微早一点 稍微早一些 他黑方呢 就像你所说的 肯定低杆 可以走泡巴瓶酒 泡巴瓶酒 泡巴瓶酒 看红方怎么走 但是他不是马二进一想以后 这个 军一平三 多了一条这个路 对 然后红方可能会马二进四 因为这个马你不跳 将来你也不能往边上跳 这个边上正好对着你 还是他的原来的思路 这儿黑方可以走 泡二平四 泡二平四 这么可以调形 对 定位成类似反攻马的这个阵型 以后在马二进三 对 马二进三 我觉得这儿下可能更公文 因为红方这个旗 也不知道怎么发展 对 是不是这个马怎么跳呢 他这个拐枪马也是个问题 对 这个马将来还要面临着 对方这个拉你 对 但是红方呢 他有可能他有 他独特的这个见解吧 对 我认为泡二平九 黑方这个布局就可以比较理想 他实际上是先走了一个马二进一 这个棋呢 小有一点问题 是 问题不是很大 红方 冰九进一 这时候其实好棋 是 因为黑方这个正好马 是孤马 对 象呢也飞起来了 没根 他现在局一平三是有点慢 那红方冰九进一了 冰九进一过来 那不太好 黑方呢 这个足三进一这么撞呢 他也没这么考虑 对 足三进一他有局的风险 所以他又走泡二平四 对 泡二平四 接下来呢 这个红方 这个曹云联走的是 居九平六 这个选点呀 针对性不够 应该这个棋呀 继续走泡八平九 就瞄准你这个边马 那这个边马 还真的是有点 对 很难受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未来可能呢 黑方这个一路线呢 还是有压力的 因为他将来还有送兵 把你拉住 然后出局 有什么 牵什么的 是 这个棋就说 黑方呢 总感觉这个边马呢 有一点负担 对 所以就像您之前说的 这个超边马 真的变成一个 被打击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觉得 它一个泡二平四 马二进三 对 好 我们来看实战 黑方 实战 泡二平四 这儿红方 鞠九平六呢 黑方这个边马到安全了 是 黑方知识 是 红方 接下来马 七进八 红方呢 采用了一个单边峰 单边峰的这么一个局面呢 它可能是不让黑方走 鞠平二 对 但是这个棋呢 黑方即可没有鞠平二了 但是呢 多了一个鞠平三 这时候 其实也可以直接就量鞠 是啊 然后从三路线这个突破 甚至这个棋 还可以考虑 直接送三兵鞠平三 更有魄力的话 就是黑方呢 我认为 可以考虑 从这里边呢 进行呢 突围 可能也是贯重 他原来马二进一 这个一个思路 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可能感觉啊 这个马七六 他认为比较理想 那么张学潮呢 就选了一个马七六 他跳马 张学潮呢 就大家听这名字 就知道他大概是哪人 潮 潮州 潮善 对 张学潮呢 也正好是那个内带的人 也是地一道道的广东人 这几年呢 都是广东队的正选 应该说呢 通过象甲呢 水平呢 也是得到了日益的这个加强 这个思路呢 也是可行的 对 因为如果你马二进一四 黑方可以马一进三 这样退吗 他正好双马呢 形成一个连接 如果你进鞠桌 对方有个炮八进二 如果你再出去拉 黑方可以聚八进二 再生根 聚八进二 这个棋就要小心了啊 如果你不理的话 对方马六退四 双打击 对 只要丢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呢 是有后续手段的 黑方 如果你按常规的走 这个棋在快棋当中 红方还有一点危险 是 这个棋 黑方这个构思也挺巧 对 黑方呢 是想把这个编码 和这个左码呢 双码呢 来连接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思路 对 这个思路呢 应该说也是不错的啊 从构思上来看 红方呢 也比较极致 看到这个马呀 一对三的这个变化 红方又临时改变策略 走鞠楼平四 他这骑下着真灵活啊 这个又鞠楼平四 屏幕捉嘛 对 一般来看呢 这个鞠刚占类 然后又过来捉 对 感觉是部署重复 但是当前这个局面呢 确实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黑方就接受马六进五 接受这个中兵 那么红方要赶他 局四进二 黑方这个马正好没有好地方 对 马五推四回不了 马五推四的兵器 正好欺负这个马 这个马就没有位置了 黑方这个时候走炮 八进三 八进三 来反击 也可以 另外还有炮四进三 哪个炮好呢 也很难说 这个地方呢 就双方的这个中局啊 就战斗开了 虽然说双方没有中炮 没有横刀立马 但是可谓是暗流汹涌 对 双方呢 就较上劲了 红方就接受 因为这个宋兵呢 不好 他是不是以后 马五推三的起 对 这儿红方呢 反而呢阵型呢 有点虚 这个阵型呢 太虚了以后不好掌握 对 黑方应该说满意 对 他也直接就交换了 所以红方就简单一点 把这个换掉 但这个马 不能被压住 所以他要上马 对 那么这个棋呢 就是说双方布局呢 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对 现在进入了中局呢 这个交锋的 关键时刻 因为向其这个中局啊 也是非常难下的 是 就是特别是我们广大的棋手啊 离开了这个棋谱 那么双方这个最关键的地方 怎么去争夺 怎么去动手 这个就很关键 这个棋不像这个中炮局啊 这个走法很鲜明 有些进攻的路线很清晰 这个棋呢 黑方呢 最主要是右翼的子翼啊 有一点雍色 可能这个右翼的鞠马 右鞠没出来 对 右边马也不活 是 所以说黑方呢 这个地方啊 应该在这个思路上 在这个基础上 来设计这个反击的线 所以黑方呢 通过战术的演练呢 黑方足三级起兵是成立的 这时候直接就把兵给送掉 如果你马四级六 那么我拱了你 也可以 或者我拱于平三也行 拱于平三 这都没有问题 因为黑方那边紫呢 开了 那我能不能就把你吃掉 对 吃掉 然后黑方拱于平三 拱于平三 我能不能 冰七平六 或冰七平八 冰七平六 先躲开 这个平六平八吧 都有问题 对 我们就简单的 平六分析一下吧 你看对方啊 他有这么一个猪 哦 这金鞠桌马 对 正好你这个拐脚马呢 这个点呢 要差了一点 如果你兵一平八 黑方就马一七三 这个紫离强行向上登 对 你这样的马一七三 他有平路级 你上不来 但是你平六呢 对方一捉 你这个马 不好处理 马四身六这交换 好像叫丢子 对 一打 捉霜 对 你拐五平八 对方 泡尔平五 这好像丢子了 不行 就走反 对 这个骑正好 红方这个马呢 上不来 那这平六 但是平八 然后他如果再平滨呢 这个动作就更慢了 是 这平均的对方 那个拐三 晋级 又来一个拐 所以这个地方呢 黑方呢 就是说 他反击的速度呢 非常的快 好像也要危险 就怕有平五将军 这还有将军 将军吃底相 杀底相 所以这个地方呢 黑方呢 应该说就比较满意 这样 所以红方呢 这个兵呢逃不开 所以黑方 这个弃足呢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个选择 但可惜呢 这个黑方呢 没有走出这种 积极的应对 而是选择了 偏于保守的 对 局八进三 他想把这个中兵 这个物质量 给保存 对 这个中足呢 想保住 但是呢 被红方呢 先手呢 这个利用了 红方 居一平二 他不肯对居 对居 居八平六 红方 马四进六 这儿红方呢 就子力呢 比较开阔了 对 就红方这个阵型呢 不仅开阔 主要 更主要一个特点呢 就是比较稳固 是 红方这个阵型呢 比较结实 将来再补一手势 这个后方呢 就非常的公稳 而黑方呢 右翼子力呢 还没有开出来 对 他这时候 他又在开始倒 倒 他就走 马一退三 他这么调整 红方 不会手势先 不会手势 他先把自己的阵型呢 走结实 那黑方呢 又没有马三进四 他可能感觉 马三进四 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他感觉 马三进四以后 不知道下午期 怎么再跳出去 对 这个四路马又堵住 你还在送中族 所以他不往这想 他对边兵 他想要对开以后 这个 以后足五进一 可以走出来 红方 平炮 把他描住 红方不肯让他对出来 对出来这个鞠 黑方是感觉比较满意 其实这个地方 总体上来看 双方也比较接近 是 就是黑方呢 子力呢 没有那么舒染 但是整体上来看呢 黑方呢 多了一个中族 对 那这个其实黑方呢 其实可以大胆的 气到这个边兵 走 居一平二 居一平二两居 对 红方一般来讲 感觉拱着可能很大 对 因为打出去 暂时也没用那个炮 这儿黑方呢 可以争得一个底炮 这个旗可能这么下下去啊 就比较复杂了 是 黑方呢 这个右一子力啊 囤积在一侧呢 未来呢 也是有一些 进攻的能力 这个两个炮 老苗这个底势 这个地方 应该说也是比较复杂 对 双方应该说机会相当吧 这个六 这五个大子 这个双方的运子 对 那黑方呢 实际当中呢 他不愿意 这个丢足 对 走得偏稳一些 他走了一个炮四平一 嗯 这招旗呢 应该说也可以啊 对 他也不是太坏啊 那红方呢 针对这个旗呢 他又走了一个炮九平七 对 这招旗好像是 稍微的有点慢 啊 他炮九平七 他想以后这个 足七经营弃足嘛 以后再 在冰三经营 嗯 冰三经营丁西经营 对 这从黑方的这个 三七线来这个打通 就是红方呢 可能觉得如果要是 他想交换的话 对 对的话 他可能觉得没有便宜 对 红方为了进一步 积局去 啊 搅乱这个局势 他又强行变招走 炮九平七 对 然后这个时候 黑方是走了一个炮 一进三啊 他是两个炮的 这个炮竟然不好 是 对 这个炮啊 这个位置啊 怪怪的啊 对 这个地方呢 黑方呢 可能最积极的 就是走足运 把这个兵吃掉 对 足运吃掉 当然这个到了复杂的 这个终局局面啊 对 黑方也面临着很多选择 啊 这个特别是 快期当中呢 也不容易呢 走到最为准确的 这个招法 是 那我们看看双方 这个后半局啊 稍后 我们会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 继续来 关注这盘 对局 这个棋呢 黑方呢 最直观 其实就应该 走足运气 吃掉 对 好 这个先成 形成一个堡垒 再说 如果红方玩这些战术 啊 再去送兵 黑方可以 七子 黑方这个棋 多四个足啊 也很厉害啊 你打掉这个马 对方足七平六 这个足将来 再向下冲 再冲 比如说 先控制 红方的这个 各个大子 黑方这个局面上呢 能多出四个足 应该说呢 物质力量上呢 一点也不 滞后 对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黑方应该大胆的呢 去这个 寻求这个 积极的对攻 而炮打边兵啊 导致这个阵型啊 整个过于松散啊 红方这个地方呢 最简单的 一捉炮 可能黑方就 比较难下 他可能还得 趴着退伍回来 退伍去 对 这儿红方就回来 鞠二进五 来吃这些兵 你这个鞠的位置 他挺碍事的 你这个 跑回他 可能有送兵 对 送兵以后 有个进鞠捉马 这个马 那是鞠二平六 这马可能要丢 对 鞠六平四 对了以后 他再什么 回来 对的话 他不是有一个 炮鞠瓶酒 他有打死鞠 等于就是按照 您说的这个炮 打出来以后 他这个一路线 对 反而是一辈 对掉 死鞠 对 这个一路鞠 还有危险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方这个位置 有一点危险 红方 这种走法 可以稳战优势 黑方这个鞠很难下 下不去 他这个吃兵 然后这个鞠 盯着你 随时一桌 还要把这个兵 打出来的鞠 所以说这个局面 红方呢 最简单应该走鞠五平八 对 但是红方呢 也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红方还是按照这个思路 去撞兵去了 主要这个 摄像棋 这个攻守 这个路线 不是很清晰 对 这种棋呢 也比较隐蔽 对 他不容易一下看出来 是 先走鞠二级 也行 这也是个思路 对 黑方这个时候走 他走比较顽强 他马上就一跳上来 这其实红方呢 就是说好不了太多了 对 没有什么优势了 组五进一 对 正好黑方这个位置 也比较快 红方就接受这个局面 就又是一个交换 对 然后马一进三 比较 然后鞠六平三 是兵 对 然后红方鞠二平四 这个局面啊 是黑方多足 是 黑方呢 应该说也是利于不败 对 但正好这个棋 红方这个马的位置 是比较好 以后万一走出马六进 其实这个棋最简单 黑方就鞠进三 就都没有问题 直接举一准算 对 你过来的时候 我还能对居吗 这样 这个是最稳的 当时我一看 学潮这个棋不错了 怎么输了 是 后来我一看 他这棋啊 形式判断有误 可能他是想赢吧 他后入棋机进去 他也不是 他可能就时间紧 就是这个招子走得不对 他走了一个实战 是走了一个 这招棋也没事 对 红方这么一捉 是吧 对 他感觉应该先扫兵 他又不吃 他觉得这兵可能跑不了 是 他平炮 然后红方呢 马六进棋跳上来 红方悄悄地把这个子力就抬高了 对 他这个地方呢 还应该拘一锦三 拘一锦三 这么先守住 拘一锻码啊 对 我两个拘手里的卧槽啊 这个棋还是问题不大 这样是比较稳健的 对 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是啊 有一个错 错误的概念 对 他可能感觉这个棋啊 我问题不大了 然后呢 他选了一个炮一锦四 这招棋呢 还没坏 坏的是下一步棋 是 但这个方向呢 就是说 黑方呢 就是想去扭杀了 其实走这个呢 红方感觉 也是应该先 先走个马七 先点个G什么之类的 对 先走个G四斤六 可能变化更多一些 但是他可能感觉 对方有这个塞炮 有摆头炮 对 临场呢 红方呢 感觉这个底炮 还有一点压力 所以他想 先把这个底炮呢 破掉 他走区 先退区捉炮 黑方这个时候 犯了一个小错误 就是说黑方呢 抒齐的一方啊 总是不断地犯一些小错误 然后犯一个大错误 重生一个大错误 是 就慢慢接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从旗上来看 黑方还不差 黑方应该走炮一退三 保留这个高炮 是 他实战呢 走了一个炮 四平五 嗯 他没注意红方呢 如果你去八平九 他吃 钓马 这个旗黑方肯定是 形势 完全是利益不败 对 黑方多一个边边 他走了一个象棋纪牛以后呢 是 这个象棋纪牛是非常巧 对 嗯 这个旗红方按说临场呢 他应该看到这招棋啊 对 这个 他这个三七七九 这个一路炮反而很尴尬 你还得 他实际上是炮一退一退 可能顽强一些 他就算平息吃兵 先吃这兵 对 还是有一些核心机会 对 如果你躲炮的话 你这四路鞠暂时抬不下来 对 反正这个旗呢 下部旗红方上马 登炮 对 这个时候黑方 红方走一个马七星六 嗯 等于黑方这个籽都比较散了 他现在是走炮平四 可能稍微顽强一点 这旗啊 应该走炮推一吧 炮推一 对 对 炮推一可能是 要比实战这要好 对 他实战 他走了一个炮武镜一样 实战 炮武镜一样 也是时间紧张 这个位置呢 就是走得不对了 对 因为这个局部通头了 对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前边呢 还是小错 嗯 这个呢 严重的错误呢 导致这个棋局啊 几乎就是 不好挽回了 对 这个地方 炮一个退一步 要比实战要好 因为下部棋有鞠平四 这个反捉 是 你退一步 你看你要是捉我 我鞠平四 鞠平四 你等我中试 我就把你支掉 对 打回来他还有出将 对 我就把你支掉 他吃一个试的话 黑方两个鞠出来 一定会 对啊 他两个鞠快呢 也不是很怕 对 所以说这个棋 他炮退一步 可能是要比实战要顽强 他是炮进一步 对 他走了一个炮五进一 红方 鞠四进六 红方等于逐步啊 把这个位置就卡住了 黑方是走一个 鞠平三 这招其实败招 又 这招棋呢 就是说走的不是最顽强 这棋也不好防 唯一的就是鞠平四 对 鞠平四 鞠平四 比实战的走法会强一点 是 红方呢不是马上的能够取胜 红方比较厉害的 可能是打兵 对 打兵 黑方这会儿呢 正好有一个 这个冷招 可以呢 延缓一下红方的速度 因为你走其他的不行 那炮的兵物 你当头炮就不行了 你退居就不行 退居他也硬放当头 是 他是不是有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啊 对 这个棋是一个连杀 然后下底一僵 对 还得落实 然后红方有 聚发瓶六 砍尸 正好有一个 这个卧草马 这么一个威力 对 那这样再 在聚六瓶 聚六瓶四 对 或者降五瓶四这些 降五瓶四 降五瓶四 更厉害 你这个鞠马 随便吃 对 聚六瓶四不行 聚六瓶四 它泡一斤一底 还有浆 那不偷杀 降五瓶四好 这个解杀还杀 是 这个棋呢 就是一个绝杀 所以说黑方这个棋呢 就是退居的不行 但是黑方有这么一个 绝处丰生的手段 走什么呢 这个炮 推炮 强行退到这 挡住它 这个棋呢 还要下残局 它吃掉 飞掉 它在马路退伍 它吃个像 红方残局斩油 你只能在逃居 你要是搁在这 红方这个位置太好 对 你还得 黑方两个居都受签 还是有一定危险 对 两个居都不好动 将来这个棋 残局很危险 那这个棋就退到这 然后红方把像登楼 这儿红方呢 多像 这个残局呢 黑方反正也还能抵挡一些 也不说马上输 对 红方还 赢棋呢 反正还要再经营 反正居一平四 就更顽强一些 对 居一平四要比实战的要好 但是他可能临场 看这个进炮打足 这招棋太厉害了 这个可能临场 他想不到这个 还能炮往这儿退 对 他做一个居一平三 居一平三呢 这个棋啊 就是 糟糕透了 这个棋就 基本上没有机会了 主要黑方也没有反击的一些手段 然后红方走炮 对 走炮三平二 这个棋啊 就看着啊 黑方左翼 一个子都没有了 对 这个没办法去防守了 这个 红方以后一个下体炮 还是很厉害的 下体炮还有这个 以后还有炮二进六 炮二进七 对 红方 黑方这时候也是 时间很紧张啊 他就先走了一个去三进三 他也不知道怎么走了 对 这个棋 他就先想着我先在这卡一步 对 但是红方也是 不为所动 先这样 帅我公式 对 红方这个初帅呢 对 非常好啊 对 这个助攻呢 非常 恰到好处 以后他这个八路局就可以随便动 初帅以后啊 最主要 现在形成了左右逢源 红方左翼 底线有这个将军 然后呢 继续啊 制造攻势这些手段 对 旧翼呢 还有这个炮 所以说走到这儿呢 这个棋局啊 应该说黑方是大势已去了 可能就是前面这种不断的小错误积累了 对 黑方炮五瓶酒 他希望下部期有一个对局 但是红方这一步棋呢 就可以说把黑方这个防御呢 就击碎了 对 黑方 红方这条棋走得很精巧啊 大家看看是不是能走出来 怎么切断对方拘炮的联系 如果你送兵 对方可能还有这个炮九平六 还能够阻挡一下 那么红方怎么把对方这个拘炮阻挡住呢 红方这个曹云磊呢 这个中拘走得也非常耐人寻味 他走炮二进一 对 打拘 这样打拘 正好不能拘三平七吃兵啊 这个马六斤四一将拘丢 对 就丢了底下还是杀旗 黑方拘炮队回来 逃 逃了以后呢 这个自动聚三平六这个对局就没有了 对 红方这个时候就动手了 他是走的聚八进八 对聚八进八 聚八进九 好像更厉害一点 对 这样的话 黑方可能还得聚三对三回来 他退向 聚三对三两招吧 退向的话 我们先说退局 我们先说退局 退局他聚八退一 对聚八退一还是不行 就是比实战还要好 嗯 实战对方还有个切码 这个连切码的机会 等于这时候有个聚八平五 对 这个聚工室这么一个上次 对方呢 回向 我们来看这个棋啊 对 红方呢 就是有一个马六斤四僵 然后来吃 对 对方只能炮一瓶三 就是你僵的时候呢 就是多一个电鞠 对 这个棋 红方就是有一个点二路炮 也是形成绝散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实战当中的 红方聚八进八也是可以 对也挺好 黑方这只能出 对 他砍马的话 这个棋少此 他也没准下了 然后红方一下底炮 他又走了一个局三斤二 红方 然后这时候再一次 他一僵 僵一个交换 然后红方一居五平四 这儿黑方就认负了 对 因为一杀将 居的平六是一个连杀 对 那么黑方呢 走到这儿就认负了 那么最后一段呢 曹元磊这个入局 是非常精彩的 对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